大家好,欢迎大家收看老杨的节目 一个人就算有再大的成就 如果不懂得感恩,那都不能称之为人 作为人的我们,最先要学会感恩的就是我们的父母 父母给予我们生命,是他们把我们带到了这个世界 让我们拥有了独一无二的人生 我们应该学会感恩,并且要去报答他们 让他们能够拥有无忧无虑的晚年生活 于阿姨为子女的辛苦付出,却得不到他们的感恩 甚至儿子儿媳在不需要于阿姨的时候就把他赶出了家门 不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于阿姨用她的智慧守住了自己的财产 也迎来了晚年的幸福 而她的子女们也得到了他们该得到的苦果 于阿姨自述 我今年79岁 我觉得我的前半生过得很幸福 那时候我老公还在 我的生活过得很潇洒四溢 遇到什么问题,老公都能解决 吃穿也不用我愁 我一点烦恼都没有 然而,在我60岁那年 老公离开了我,和我天人相隔 我虽然痛苦,但也能接受 我明白,人有生老病死 伴侣也总有离开的一天 我心里其实已经做好了这一天到来的准备 我以为就算没有了老公 我还有儿有女 我的日子也能够过得幸福 可是后来才知道 还是我太痴心妄想了 那时候我不想一个人住 因为家里出处都是我和老公生活的痕迹 我晚上总会失眠 整宿整宿想起以前的日子 因此我有了去儿女家生活的想法 我把儿女叫回来商量 女儿说,应该由儿子给我养老送终 我自然也该住到儿子家里去 儿子倒是没有拒绝 当时我以为他是真想让我过去住的 但我后来才明白 他也是别有所图 住进儿子家后的我 还没有一个人生活疏心 因为我要帮忙带孙子 孙子小时候是个爱哭鬼 总动不动就哭得哇哇的 喊得我脑壳疼 其实一个人带孩子 时间就已经安排得满满的了 我几乎每天都是忙得团团转 可儿媳妇这么认为 她总觉得带孩子很简单 而我整天闲在家里 却不做家务活 一点都不懂得体谅 他们年轻人工作的不容易 回到家后 总爱说闲话或是找茶 我感觉我们的身份好像掉饭了一样 她变成了挑剔的婆婆 我变成了受气的小媳妇 我除了带孩子还不行 还得出生活费 我每个月的退休金都到不了我手里 儿媳早早就拿了我的卡 退休金一发放 她就取出来补贴家用 就这样 她还说我在她家白吃白喝 啥活也不干 我心里很委屈 很想跟人倾诉 可想着家丑不外扬 我只能把委屈往肚子里咽 孙子上初中以后 我的身体也差了一些 偶尔还会生病 儿媳就觉得我是个拖累 不愿意让我在她家继续养老 就决定把我给赶走 儿子没有反对儿媳的做法 值得欣慰的是 孙子一直为我说话 不同意让我离开 但当家做主的是儿媳 孙子再为我说话也不行 最终我还是被扫地出门了 儿媳既想把我赶走 还想拿着我的退休金 她连我的银行卡都没有给我 简直就是在让我自生自灭 我也没有那么傻 我去银行把卡挂失 重新办了回来 之后我又去找女儿 希望能在她家里养老 和女儿一样狼心狗肺 也认为我是个麻烦 不愿意接纳我 我只能回家独居养老 表面上看儿女都不接纳我 我是一个无人可疑的老人 看着挺惨的 其实我的生活也没有那么糟糕 我的退休金有三千五百多块钱 手里也还有几十万的养老钱 这笔钱是我跟我老公一点点攒下来的 就等着养老用 这些年儿子跟儿媳都想从我手里抠出钱 可我知道他们的为人 为了给自己留个保障 我一直咬紧牙关 没告诉他们我手里还有那么多养老钱 因为我知道 只要是说了 这钱肯定就不归我了 事实证明有点小心思是正确的 不然儿女依靠不了 手里又没有钱 我的日子还不知怎么过 独居养老的这些年 我一个人过得也算惬意 回家之后 我每天都坚持锻炼身体 生活方面也注重养生 身体也慢慢好了一些 不会像以前那样阻碍生病 一切都在往好的方面发展 我也不会太孤单 我们小区像我一样年纪的老年人很多 大家每天都聚在小区下面 聊天 喝茶 打麻将 日子也过得有滋有味 我的孙子如今也长大工作了 孙子是我一手带大的 他对我的感情很深 不像他爸妈 孙子每个周末都会回来看我 帮我做这做那的 我也不缺少亲情的陪伴 去年我们成交老家拆迁 我得了三套拆迁房 并且安置地点就在地铁边上 到城区很方便 这三套房子分别是126平 118平 88平的三套房子 按照正常情况 我肯定会把那两套大的房子分给儿女 自己只留那套小的 但他们的所作所为 早就伤透了我的心 我辛辛苦苦把他们养那么大 可他们却不愿意给我养老 我又何必对他们那么好呢 相反 孙子是个有孝心的孩子 经常回来看我 给我买东西 帮我做事 甚至为了我 他跟自己的父母的关系都不太好 所以我也愿意把房子分给他 我本来是想把那一套最大的 直接过步给孙子 让他结婚用 可孙子没有同意 他说 奶奶 我想过了 你送我的那套120平的房子 户型也是我喜欢的 我就结婚的时候用 但是房产证还是写您的名字 不用过户给我 等我孝敬您到百年之后 您再把这个房子留给我 剩下的那两套 您可以租出去 这样每个月都能得到一笔租金 现在您年纪大了 虽然身体健康 但我毕竟不能每时每刻都守着您 不如就用租金请保姆 这样您晚年也能够得到很好的照顾 孙子的一番话 让我觉得心里暖暖的 孙子不仅仅安排的合情合理 还这么为我考虑 人说葛代钦 在我这里确实得到了验证 不枉费我这么疼爱他 最终在孙子的帮助下 我们找人把房子装修好了 并租了出去 两套房子 每个月的租金是四千八 我也听从了孙子的建议 请了个保姆 保姆一个月的工资是五千块钱 我自己又添了两百进去 关于拆迁房的事情 我让孙子不要告诉儿子儿媳 我的儿子女儿 他们都是城里户口 从小都是在城里长大的 他们在老家根本没有什么认识的人 老家的房子 老伴去世前 想着儿女已经成家 为了不引起家庭纠纷 我就让老伴转到了我一个人名下 前几年拆迁政策下来时 我也一直没有声张 所以老家拆迁的事情 儿子女儿他们都是不知情的 但后来 还是儿媳发现了蛛丝马迹 就去逼问孙子 孙子一开始也是死活不说 为了不为难孙子 我想了想 反正房子都已经抓在我手里 现在告诉他们也无妨 没有必要瞒着了 于是我就让孙子坦然相告 他们就算来闹也没有用 我的房子 我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 在我心里 已经下定了决心 他们已经不是我的儿女了 儿子和女儿知道实情以后 果然一下子就爆发了 双双请假跑到家里找我 一进门 儿子就质问我 妈 我看你是老糊涂了吧 哪有房子不分给儿子的 老家拆迁这么大的事情 你都瞒着我 你还把我当你儿子吗 我不管 房子必须有我的一份 那套已经给我儿子的就不说了 你本来就有自己的住房了 剩下那两套出租的 必须给我一套 我要那套大的 以后给你养老送中的可是我 你可别那么自私 不然以后连送中的人都没有 死后也不会有人给你烧香的 儿子刚说完 女儿就接着说 是啊 妈 我们是你最亲的人 你怎么能什么事都瞒着我们呢 还花五千块钱去请保姆 这不是浪费钱吗 你现在身体还好 自己照顾自己完全没有问题 干嘛要花这个冤枉钱 我们肯定会轮流照顾你的 这点是毋庸置疑的 你可以放心 做人真的不能那么自私 把什么都握在自己手里 这样只会把我们推得越来越远的 我没想到 儿子和女儿居然还有脸怪我自私 我生他们 养他们 自己哪怕吃糠艳菜 对着一双儿女可是从来没有小气过 可他们是怎么报答我的呢 要么不接纳我 要么把我利用完了 就扫地出门 他们连基本的义务都没有尽到 现在叫我怎么能相信他们还会给我养老 我早都想好了 无论是我的钱还是房子 我都不可能交给他们 我气愤里对他们说 我的东西跟你们没有一毛钱关系 我把你们养大已经不错了 你们现在还有脸来惦记我的东西 真是造孽啊 我们夫妻俩怎么就交出了这么一对白眼狼儿女 你们就死了这条心吧 房子是不可能给你们的 我也不需要你们给我养老 总而言之以后就各过各的 你们没事也不要蹬我家的门 说完我就要推他们走 儿子跟女儿都是不愿意走的 但是可能心里还惦记着我的房子 也不敢跟我闹得太过分 所以还是离开了 在那之后 他们就经常来我家献殷勤 通过各种甜言蜜语 软磨硬泡 就想让我心一软把房子给他们 以前我最渴望的就是儿女能够孝散 这种嘘寒温暖的关心 当然也是我想要的 可自从我清醒之后 我就知道 不应该把希望寄托在儿女身上 晚年靠自己才是最妥当的 如今 除了我住的房子外 我名下还有三套拆迁安置房 每个月又有退休金 也有保姆照顾我的生活 还有孙子对我的关心 我真的什么都不缺了 儿女的关怀对我来说一点都不重要了 我已经找了律师 立了遗住 等我百年之后 把我剩余的财产和房子 都留给我孝顺的孙子 这就是于阿姨的故事 于阿姨虽然没有如愿和子女一起生活 但是她却在财产方面处理的很有智慧 于阿姨通过挂施银行卡 拿回了退休金 并且没有将自己攒的养老钱告诉子女 在拆迁房方面 也是早早做出了安排 不让两个不孝的子女插手 并在两个子女无理取闹时 坚决寓意回击 相反 对于既懂事又孝顺的孙子 于阿姨很慷慨地送了她一套婚房 于阿姨的做法 是否对我们也有借鉴意义呢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